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观光圈 能够给南投县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不一样的发展 我想这里面我们看到观光圈不外乎就是 希望游客能够来得更多 能够创造南投县更好的经济条件 所以过去我在想 过去的观光业就是说 我有行李就好 我不能跟什么人合作 我就自己做 有行李就好 这个部分会造成一个问题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过去的游客对品质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现在的游客可能对品质要求非常高 而且对周边的元素也更希望要看到 所以这些就是在我们观光圈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目的就是说 产业创新以人才培育 这两个大方向 等一下请我们记政告诉我们 也要请教授告诉我们 但是先请记政告诉我们 这个观光圈是不是雷大雨小 现在说一说就一年过一年过 他又没了 希望可以滋润大地 是是所以我在想请教一下 这样的一个经费来源 怎么样去做分配 那可不可以真正做到很落实 给地方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观光业 对 金嘉宁 感谢主持人 其实观光圈计划我相信它不会只有一年 推动就结束了 当然我们现在是因为会推动观光圈 也是刚好因这个疫情这一段期间 我们重新大家来做一个整备 所以才会有这个计划 不过今年我相信就是是我们推动的元年 而不是就只有一年 因为在整个一个中央的这个推动 这个观光圈的政策 陈吴之前讲 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畅谈整个一个观光 蔡总统也有讲到 我们现在就要推动观光立国 那所以各部会我们要推动的是一个观光主流化 等于是过去我们在推观光 不会是只有观光局的事 将来等于是各个跨部会都要心里都要有这样一个推动观光 这样子我们将来才能够去达成我们一个观光立国 这样一个目标 今年第一年来讲 当然我们大概就在推动观光圈计划 大概我们就主要是分四大块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推动观光圈 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这个区域观光圈 我们的发展策略是怎样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委托我们南投县 这个激南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用激南大学对观光这一方面的一些专业 老师这边的一些专业来帮我们制定我们观光圈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策略 然后第二个当然我们经过盘点我们这个观光圈的这个区内的资源 我们需要有一些如何来对外的一个行销宣传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透过一个这样的联盟来整合我们的观光圈的这些特色资源 那今年也是特别委托南投县观光产业联盟 这边来帮我们制定的来来来来制定我们整个行销 行销发展的策略 不管我们预计可能就是将来观光圈还是会有拍摄整个像我们观光圈的一个影片 或者是如何如果因疫情开放之后如何来跟海外的这些观光圈 我们一样推动观光圈我们如何来跟他做一个推介的一个联盟这部分 这目前都在我们的制定的策略策略里面 第三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光圈 可是我们对外要有一些网站或是或是这些商品的平台 将来可以让游客来去来去知道我们的观光圈 我们的经营的里面包括我们的产品特色 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观光圈的一个专属的网站 跟他的一个平台 然后最后一块第四块当然就是诚如刚才讲的 我们如何去帮助地方去做到我们的产业创新人才培育这一块 刚才其实谢医院也有讲到过去其实 约谈我们很多像游艇业 其实我们游艇业也当然最近水情的关系 不是不是很好 不过我相信我们游艇业其实这几年经营下来 其实已经慢慢朝向这个品质化的服务提升 这一块来进行 所以我们其实借由当然现在这样子一个国际游客不能进来 当然我们可是我们也要趁借这个时间 我们要来思考 我们要来提升如何来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 包括我们将来如果因疫情疫情结束开放后 我们如何已经有做好我们的国际化来迎接我们的国外的游客 甚至我们最近这几年也一直在提倡 不管我们的设施也是要整个一个通用化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整个一个观光圈我们的旅游市场是多元 然后友善化 这个都是我们在推动整个观光圈我们的思考的一个策略之一 所以成为所讲的我们的第四块就是如何来 培育辅导地方那今年大概整个南投观光圈的这个也总共提出了大概有九项的这个辅导培育计划 然后目前大概九项的辅导培育计划都已经在进行 然后后续就是会由济南大学这边再另外就是安排这些专家到各个协会来去做实地的这个辅导跟培育的工作 是谢谢感谢激政那另外一个请教一下我们今年编了多少预算中央 今年观光圈其实是总共预算是三千万 三千万就是给我们日月坛这个区块 对对就是我们给我们推动大概日月坛观光圈十五个乡镇 十五个乡镇里面就三千万是对对 好那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学界的教授 我们谈到产业创新跟人才培育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我们的观光业就是说有客来有收入就好了 不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必须很多游客来之后他会要求很多的东西 譬如说解说员 我要了解更多你能够怎么样告诉我在这地方的特色是什么 像类似这样子 教授请教一下 产业创新跟人才培育 我们几大准备怎么去做这个区块好吗 那我想就是观光圈的这一个政策呢 那根据我们的日月坛观光圈的策略白皮书 其实我是已经写到2030年了 所以说应该不会就是昙花一现 那其实在人才培育的这一块就诚如主持人说的一样 其实它是一个根本 它非常重要 举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日月坛观光圈的提案里面 有一个其实蛮重要的 它虽然它的金额不高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东西 它叫做所谓的双语菜单的推动 那包括就是说未来国际观光客来到南投地区 来到这个Summer Lake Plus 日月坛观光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它想要去找好吃的 但是问题是它不晓得你到底这个 这个里面的菜色 它到底它里面的食材是什么东西 举例子来说好了 穆斯林他们不吃猪肉 那你是不是能够很明确的去标明 在你的菜单里面 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元素 还有哪一些的一些这个东西在这里面 所以说其实双语菜单的推动 以及整个的这个南投美食的推动的这个部分 如何去行销到国际上面去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它很基础 但是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所以说技大在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过去几年 其实2019年是地方创生元年 所以说我们分别陆陆续续的协助了像普里啦 国性啦 那乃至于像现在目前正在提案的仁爱乡 还有协助草屯民间 在接下来继续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动 我们就是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观光圈里面也好 或者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我们 我们在观光圈的范围 包括了田中二水这些地方 我们都能够开支善业的针对于一些人才赔利的这个部分 来去做这个来去做一些加强 让更多人能够去了解到说 这个观光圈未来应该要怎么样来推动 甚至是一些很 detail的包括行销的部分啦 包括了和销的部分啦 包括了该如何去争取资源啦 其实在我们这个跟这些民间团体互动的时候 他们都分别都提出来一件事情 我就买那些计划书啊这计划书要怎么下 后边要怎么样去执行 那像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去做很深厚的所谓的人才赔利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我们才在这个在管理处的这个协助之下 在国立进来国际大学 那成立了日月潭观光圈产业创新与人才的这样一个育成中心 那是由我们的这个观光系的老师曾喜鹏曾老师来担任执行长 那持续的来协助管理处还有来产业 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观光创新 以及这样的一个人才赔利 是谢谢我想有学校在整个一个学界里面去推动人才赔利 我想是比较快的 尤其就像刚刚陈毅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青年返乡这个区块 比如说我们在地 就现在的学生能够有在这个部分来做人才培育 他回到家乡以后他可以真正去发挥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人才培育这部分我想听听陈毅您的看法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说在地的魅力 我们一直在讲在地有很大的魅力 那在地的魅力要怎么样去把它加大 怎么样找出在地魅力必须要人才 所以这个区块我们在联盟这边怎么看 刚刚有提到有四个部门 那一个是产业发展 产业的发展的部分就是在跟像刚刚曾老师讲的 我们帮业者做进修 然后让他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服务专业 那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的服务专业化跟细致化 现在人们都说服务要很贴心嘛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部分来做一个产业发展和辅导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叫商业开发 其实有一些好东西是没有被发现的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中心里面其中一个部门 然后去发展去找出在地有特色的产品 然后再结合刚刚日管处讲的 我们未来会有个电商平台 会协助业者来把商品上架 不只是只有油层 你农特产品你只要是符合合法的加工的程序 符合卫生管理标准就可以上架 那另外一个是针对行销企划的部分 因为现在的消费模式也改变了 现在都年轻化网红化 然后很多东西就需要让更多的业者知道说 我们该怎么运用这些工具来让消费者更了解到我们自己的产业 所以还有一个行销企划部针对国内市场 及未来疫情解封之后 在打国际市场的时候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部门来做整体的作战 那最后一个部门叫伙伴关系 也就是说刚刚一开始一直讲的就是我们在跨域的部分 他就会透过伙伴关系部 然后来去做资源横向的链接 然后再把达到 其实有几个要达到的 然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 未来的服务能够更加的数位化 然后更加的在地化 那包括整个的国际服务的友善化 然后还有我们的服务专业化等等 那透过这一个组织 然后加上极大的专业 然后加上我们三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协力 我们很有信心能够把整个人才育成中心给处理好 是谢谢感谢陈毓 我想要担任联盟的副部门子不容易 要关心很多的一个事项 谢谢陈毓 那我想请教一下协议员 我们在地 我们都希望在地的能够配合 您从这个角度来看 您认为说我们在地这些伙伴 配合这样的计划 会不会很积极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这个谈完以后 也一个结论来告诉我们 好不好 刚刚拜天我们学界跟我们官方这边的还有我们这个观光联盟啊 这个有江湖的豪气啊 我让你们这些业者有相当大的企图心啊 这对于我们地方来讲是一项好的福音 那么我们 我简单再补充几个例子啦 我们这个四大区块 为什么会纳入田中跟二水 就是极极铁道是我们这个地方一个特色嘛 那么如果搭火车之后 我们上面有这个软铁的广告 或者是有导栏 或者它引入到我们这个栏头县里面来的话 它可能瞬间会改变它的思维 它停留要多长的时间 可能会把它的时间延长 所以推广这个观光 不外乎就让业者能够实际的受益啦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极极铁道这条广告跟行销非常的重要 另外有一点啦 因为专家跟我们官方 这个刚刚林基正讲的也都非常得体 包括我们这个联盟 我们现在时下的这个年轻人 有很多人喜欢有激进的分子 激动的分子动辄投诉 那么我们除了行销之外 我们要如何来防范说 这些事实上我们已经规划得很好了 那挑毛病 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那我们为了不让它把这个 这个不良的讯息给 以耳传耳 将会导致我们地方这个形象的损伤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制可以建立起来 当然我们现在经过刚刚 教授跟基正还有我们这个发言人所谈的 我希望说我们能够产观学合作之后 能够让这些旅游的业者 不论是吃的吃的住的各方面的旅游 能够他们在导燃的过程当中要有内涵 要言之有物 让游客能够有深度旅游的感觉 谢谢我们的议员 接着教授也请简短结论 在日谈观光圈从去年一直推动到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以技大来说 其实技大扮演着一个 包括了在过去的一个智库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其实有助于整体的发展 那包括了就是说 在整个的制度面的建立的这个部分 甚至是未来一些行销的一些 这个策略的一些拟定等等的 那都是往一个好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更希望就是说 未来能够建立更长足的一个伙伴关系 因为毕竟南投的大学不多 那如果如何去运用大学的一些know how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 那我想这个是未来整个产业发展 乃至于工部门的团结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这个立集 是谢谢 感谢教授 既正给简短结论 观光圈的推展 当然在官方面想说 希望能够打破过去 就是计划都是由上而下的 这样子的一个推动的方式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观光圈 然后结合整个一个产观学的这样一个资源 然后跟整个一个地方 来进行手牵手的合作 跟我们的产业界来密切的配合 然后把我们的观光的饼给做大 是 谢谢 感谢季正 陈宇也简短结论 其实我们在运作的同时 最主要的还是朝永续发展 不管是组织或者是我们的产业跟观光 那同时最后也欢迎各位产业前辈 也有对于整个观光圈的运作有兴趣的 欢迎加入到我们观光圈联盟 谢谢 是 谢谢 非常感谢今天四位国民提了 针对我们观光圈提了很多很多宝贵意见 不外乎是希望我们所有县民 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能够了解这个观光圈这个计划 那我们一直希望说南投县是观光首都 真正达到它的效益 所以我们南投县议会议长何胜峰 非常关心这个区块 那我想一个旅游市场的一个成功 那必须要公司单位 以及我们配合的一些民众 还是我们地方在地的元素 必须要同心协力的来打造 打破旧有的一些框架跟抄旧 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创造一个新的契机 所以我想议长何胜峰关心这个区块 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南投县更好 让我们南投县的经济条件 能够创造另外一个高峰 观光首都真正能够更有夹击 是我们的期盼 谢谢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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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